站站好 年初的还是怎么期待你的 次世代恢复原价 恢复了吗 没有 还有呢 显卡要降价 降价了吗 没有 Switch呢 说好要出Pro的 结果出了个什么 OLED 跳票 召回 能玩的游戏有几个呀 六个 下半年的几个设计游戏 全失败 第16名 宝可梦传说 阿尔宙斯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游戏 也是宝可梦正传系列 第一次偏离了 使用了20年的冒险公式 要搞一个大新闻 从已经公开的几个预告片来看 除了画面水平 还是老样子 其他的 变化应该算是蛮大的 宝可梦在野外生活 玩家可以在3D的世界里自由移动 捕捉和观察宝可梦 主角可以做更多动作 翻滚 下蹲 战斗系统 不再是你一下我一下的回合制 而是根据速度决定行动的 先后顺序 这就有点像数码宝贝 取消了线上多人对战 基本只剩下单人故事体验 有多个开放区域 用接受村任务 出发探索 回村准备下一个任务的形式来推进 有点像怪物猎人 但这些都是变化 是不是改进 还不知道 我估计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 与其说是期待 不如说是好奇 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个啥样 好在也不用想象太久了 1月28日就可以玩到了 第15名 指环王咕噜 游戏会还原美丽的中土世界 穿越索隆的领地魔多 精灵七居的幽暗密林 到矮人矿坑 摩瑞阿 将上演一段全新而显为人知的冒险故事 这一次玩家要扮演的是 咕噜 My precious What And why 指环王咕噜会是一个前行动作冒险游戏 讲述咕噜和 My precious 嫌有人提及的故事 华纳 咕噜的故事之所以显为人知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很多人想知道 如果这个游戏卖的好 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 哈利波特 托比 蜘蛛侠 梅姨 蝙蝠侠 Alfred 说到哈利波特 刚好二年要出一个非常久违的单机冒险游戏 霍格沃兹的遗产 开发商说是一个沉浸的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设定在1800年代的巫师世界 目前给我的感觉是自定义主角的美式RPG 会讲述一个哈利波特宇宙的原创故事 游戏从最早公布 到现在也没怎么展示玩法 但整个世界城堡场景的还原度看着还不错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但2022年发售有点悬 我估计还得再跳票一次 第14名 三角战略 三角战略的开发团队是前夜之夜工作室 我很喜欢的八方旅人就是他们做的 所以这个游戏我必买 从几个预告片看 三角战略也采用了HDRD的画面 但游戏类型变了 是策略战棋RPG 游戏背景是一个非常王道古典的日式奇幻故事 三国政治漩涡中的王子复仇记 这个设定应该能出很多人的喜好 战斗则需要结合地形和团队的站位 也非常王道 三角战略是前夜组的经典RPG 招魂计划中的第三部 《勇气默示录》致敬的是FF5 八方旅人致敬FF6 三角战略则是要致敬皇家骑士团 而皇家骑士团就是SFC时代策略游戏的不朽经典 希望他们这次招魂成功 第十三名 Forspoken Forspoken是开发了FF15的月光组的新作 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女孩 穿越到了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 和一个会说话的魔法环一起冒险 听起来就好像剑身环 主角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法术战斗 画面和光影都非常漂亮 故事推进的方式 看起来和FF15的概念很像 西式魔法奇幻加美国公路电影 一边旅行一边发生故事 Forspoken不像FF15一样 有那么多包袱 只要把开放世界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第十二名 幽灵线东京 这个游戏虽然看着像个恐怖游戏 虽然是生化危机以前的制作人 三上真思开发的 但是其实是动作冒险游戏 太好了 玩家将在充满灵异现象的东京 用九字真言结印 来和各种日本传统妖魔鬼怪战斗 你可能要问 这个九字真言是什么 结印又是什么 幽灵线东京虽然是PS5的独占游戏 因为发行商Bethesda被微软收购了 它现在是PS5独占的微软第一方游戏 估计等独占协议过期 幽灵线东京就会登陆XGP Ultimate 第十一名 Splatoon 3 和Splatoon 2比 全面威力增强 新地图 新战役 新武器 还有新的特殊武器 钩爪和能变成球的螃蟹坦克 看着都好有趣 对于国内玩家 其实Splatoon一直以来最大的门槛 不在游戏内 而应该是语言和网络 这次第三代终于支持中文了 官方一名 斯普拉顿3 有了中文更方便老玩家 拉新人入坑 明年Switch玩家 没理由错过这个快乐热闹的连击游戏 第十名 GT赛车 7 GT赛车正式名称跑车浪漫旅 对于没有驾照的我来说 快乐系赛车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线 我都玩得不是很明白 更不要说是拟针赛车标杆 GT赛车 但我确实非常好奇 这个一直代表赛车文化 竞速电竞的游戏 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魅力 是不是一定得买一个方向盘回来 第九名 地平线 西之绝境 地平线前作的世界 自然风光 静态场景已经看起来相当逼真 但从西之绝境新公布的预告片看 游戏的视觉效果还能进一步进化 尤其是动作场面 我是真的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动画还是实际游戏 机械的破坏 主角的移动 各种爆炸特效 整个战斗看起来高速流畅 火爆刺激 亚罗伊这次来到了美国西边 继续狩猎机械恐龙 作为后旷野窒息时代的开放世界 滑翔伞当然少不了 前作2017年刚出没多久 旷野之息就出了 让灵芝曙光的玩法相比之下 就显得非常老旧 我只稍微玩了玩 就没有特别沉迷 西之绝境这次加入了更多的NPC 更多RPG元素 看起来把内容打磨得更好了 应该会不错 第八名 新之卡比探索发现 这是卡比系列首次完全3D化 预告片里的这些场景 一下让我想起了 马里奥奥德赛刚公布的时候 里面是马里奥出现在有正常人类的城市里的样子 探索发现就相当于一个卡比版的奥德赛 来到的是一个后起事录的人类世界 当然 卡比还是那个卡比 通过吞下敌人来获得能力 然后战斗以及解谜 估计难度上也不会特别为难玩家的 第七名 小蒂娜的奇幻乐园 无主之地的玩家肯定会很期待的 因为它原本就是无主之地2的一个DLC 现在被放大成了一整个游戏 无主之地一直是很适合联机玩的刷刷刷FPS游戏 小蒂娜也是一样 不过是发生在幻想世界 右手持枪 左手用法术 打怪兽 这个游戏 当它的预告片想起Baby Metal的时候 我就下单了 看着太快乐了 第六名 消失的光芒2 消失的光芒原版2015年发售的时候 就依靠自由度很高的沙盒和有趣的跑酷战斗 从众多僵尸生存游戏中获得了媒体和玩家的广泛好评 后面还很勤快地更新了特别多的内容和DLC 去年才打包上了Switch 今年续作终于要发售了 故事发生在僵尸危机的20年后 社会已经倒退回了中世纪的结构 环境更有个性 肉搏战斗和跑酷的结合也更紧密 也会是一个特别适合连机协作一起玩的超大游戏 第五名 猎天使魔女3 一度我都以为猎天使魔女3和Metroid Prime 4一样 在不断回炉永远也做不出来了 但是四年没有白等 而且贝姐也说了 除了系列精练的玩法 猎天使魔女3还可以操作巨型怪兽 跟对面打架 太酷炫了 这哪是everything I wanted啊 这是完全超过了我的预期啊 酷 第四名 Starfield 这个就是Xbox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 秉化的最大的游戏 由毕设开发 去年6月在E3上第一次播片 竟然就一起公布了发售日 定位是太空版的上古卷轴天际 更大 更强 有无数行星可以探索 有不同的派系势力 使用了全新的引擎 看起来会是规模前所未有的太空冒险实施 但是 这可是闭设自辐射和上古卷轴之后破天荒的新IP 4年就能完成开发 我是完全不信的 上古卷轴6的文件夹应该也才刚刚建好吧 第三名 阿尔登法环 宫崎英高老贼和乔治马丁老贼 双贼合璧 搞出的FromSoftware集大成之作 阿尔登法环 竟然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 完了网络测试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 这个游戏挪用了特别多以前FS游戏的动作动画 从魂到血缘之狼甚至恶魔之魂 战斗魂味十足 相比之下 开放世界的部分 就很难想象 因为FS的游戏出名的就是精心手工打磨 一步步算计玩家心态的关卡设计和交错互通的立体地形 其实更像是银河城游戏 这要变成了开放世界游戏 还要怎么算计你 从测试来看 没想到还有的是办法可以算计 而且稍微牺牲了一点手工精细活 换来的是规模 无比庞大的规模 真是等不及了 让我看看弹幕有多少朋友已经开始准备请假了 第二名 《战神诸神之黄昏》 因为疫情众多大场品质接连翻车之后 Santa Monica算是承载了我对3A游戏的全部信心 我依然完全相信《战神诸神之黄昏》 又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游戏 哪怕是在2022年这样一个群雄割剧的年份 也没有人应该忽略它 它的这段预告片 我至少看了5遍 每一次看都不由的面露微笑 我最近又在PS5上把《战神》拿出来又玩了一遍 它真是太棒了 过去3年多 在这个故事驱动ARPG的类别里 还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 而前一代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缺点 敌人种类少 看这次的预告片也有很大的改善 《诸神之黄昏》会是奎托斯北欧旅程的终结 我们估计会遇到众多更有名的北欧众神 索尔 提亚尔 甚至奥丁 一定会非常实诗 非常精彩 非常深情 非常好玩 第一名 塞尔达传说《矿野之息》续作 这是我今年最最期待的游戏 原因不用多说 《矿野之息》在17年横空出世 重新定义开放世界游戏 它也是陪伴我最久 让我最舍不得放下的游戏 任天堂说 当时在开发《矿野之息》的时候 想出了很多好点子 但很多最终没有机会放在游戏里 于是就有了这个续作 去年一三播了个片 我盯着这个短短一分半的短片来回看 空中岛屿 时间回溯的新能力 不过里面最最重要的信息 我觉得是 2022 只要它今年初 必定买爆 能打败《矿野之息》的 只有《矿野之息2》 除了这16个我超级期待的游戏 还有一些我一般期待的游戏 《歌坛骑士》《Stray》《师傅》 《巴比伦的陨落》 估计要铺街 2022年能玩的游戏可真是太多了 去年因为疫情 在家办公 几乎所有的游戏 要么跳票 要么铺街 好在今年定档的大部分游戏 开发商的历史信用评级都是极好 交出半成品的可能性 应该不是很大 吃了一年灰的主机 今年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好久没玩游戏的你 赶紧拿出机子擦一擦吧 最后留下三连 本期是给你出现的游戏 都不会跳票哦